朱大将军千居新宅 有人为了巴结他 给他送了一份大礼 揭开盖头一看 竟然是来人的亲生妹妹 朱大将军虽然飞扬跋扈 但也是讲究人 愿意吗 愿意 这是你的亲妹子吗 朱将军 小的不敢骗您啊 如果有一句假话 天打五雷轰 好 那我就来个明媒正取 做我的第七房妾 这罗承人原本只是 潘渝县的一个地痞无赖 因为有了妹夫朱亮祖坐靠山 便整天纠集一帮狐朋狗友 在潘渝县内为所欲为 而为了报复道同告狱状一事 朱亮祖对于罗承人 在潘渝的种种行为 甚是鼓励 罗承人收保护费 也有他的一套 逢人就劝人 要好好做生意 莫要只喝嫖赌 而他收保护费 也都是为了大家好 是为了实现 潘渝县的共同富裕 可是我们潘渝的人 实在太多了 咱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 共同一块富起来 所以呢 你们得齐心协力 让我先富起来 等我一富起来 我带动你们一起富起来 大家都知道 这是忽悠人的话 可面对罗承人 这样的地痞 却又无可奈何 只能争相恐后的说着好 而PUA众人一翻后 罗承人又转身 走进了一间杂货铺 这次他要的不是钱 只是想着让店铺老板挪挪窝 可老板在这创业 至今十几年了 哪能说搬就搬 罗承人很是贴心 马上替老板想到了个好办法 兄弟 你别为难 你不搬也可以 把东西交给我 我替你打理 吓得店铺老板连夜跑到国外 这光有用的还不够 还缺吃住的 于是这些地痞们又盯上一家酒馆 但罗承人是个讲究人 三儿 咱不管干什么事 还是得以礼服人 就说他媳妇太丑 精屁 走 罗承人等人到了酒馆撒泼放雕 硬是说店家脸亡 没丑不分 娶得媳妇太丑 影响现容 老板 我可真佩服你 上哪找那么丑的媳妇 你找这么丑的媳妇 你让别人怎么看我罗爷呀 起初店家很失纳闷 我媳妇跟你有啥关系 不明白啊 三爷我告诉你啊 赶快带上你的臭婆娘 给我滚蛋 从明天开始 这个店就姓罗了 明白了吗 老板也是无奈 在这条街上做大也是一种错 但这哪有他说话的地方 只能自认倒霉 罗承人看着一群吃瓜群众 忍不住发了标 让他们通通闭嘴滚蛋 要不然就要让他们也交钱 普通老百姓的裤带 哪有几分钱 赶紧闭嘴 一哄而散 有人就好奇了 那些深受其罪的百姓们 怎么不晚上告发 罗承人等地痞的罪状 怎么没人告 县里省里都有人去告 可是能告得下来吗 现在就成了朱将军的旧哥 咱们有几个脑袋 也惹不起他呀 怎么到处都是朱将军的人呢 赵青那个 是朱将军的老部下 惠州那个 是朱将军的连纪 这年头谁厉害呀 还得呀 说是绝也厉害 而知县道同也意识到 罗承人等人是受朱量阻止时 但为了看清事态发展 他也只能暂且对此置之不理 为了维持街道秩序 他专门派出了牙役 可牙役们又能把罗承人怎么样 走得稍微慢些 还会挨喷两瓜子壳 一名书生只因在人群中 多看了罗承人一眼 就被当街群殴了一顿 甚至还把那书生扒光的衣服 绑在柱上百般羞辱 并闹下狠话 要绑他个三天三夜 谁敢来救他 下场跟他一样 三儿撩开裤子 当众向读书人头上撒尿 百姓们冤声载道 可人家背靠大山 哪是平民老百姓可以管的 于是他们团结起来 带着一张张撞纸 跪在了县衙门口 到了你 还于这个地方 我是住不下去的 可是我忍不下这口气呀 这还是大明朝的天下 这个元朝有什么不一样 到了你 您是个好人 可是要是有一天 神明上升 到了杆子 您可不要埋怨 您是县官 就是县官 我们只能请您 给我们谁冤了 其实道童也是左右为难 罗承仁这个地痞流氓 到底是招还是不招 如果招了 就是公然挑衅朱亮祖 和开国将军 彻底撕破脸皮 如果不招 又愧对潘虞的老百姓 辜负了皇上的嘱托 虽说自己是潘虞的支线 手里也有些虾兵蟹将 可与朱亮祖的军队相比 那就无异于一卵击石 但思虑再三后 道童决定牺牲自我 用自己的性命来换取 潘虞县的安宁 我道某就要做一个 像样的县官 任谁也不能再藐视 朝廷命官 我这条命我豁出去了 咱跟他们同归于 说吧 道童不在低调 他火速召集牙役 将罗承仁等人 招到县衙审问 怎料罗承仁是一点都不慌 反而对着道童 发动了嘲讽技能 我跟你有什么好家 你要是讲讲 兵马斯朱将军那 我跟你好好聊聊 罗承仁仗着 有朱大将军坐靠山 面对着道童口中的 大明律法 是一点都不带怕的 道童 你不就是个小小的县令吗 你跟我大呼小叫什么呀 啊 那我实话也告诉你 在攀与这地面上 你混不成了 最晚明天 你就得把我罗承仁 乖乖的给我送回去 到时哈 你可千万不要 让我给你求情啊 罗承仁嚣张的告诫道童 让他没事的时候 多摸摸自己的脑袋 看他还牢固不牢固 对于公然侮辱朝廷 命官的挑衅 刀头没犹豫 将金唐木一排 下令将其拖下去重打 只见牙翼上前 按倒罗承仁 挥起板子就是一顿暴打 周围的百姓无不叫好 低层的官府人员 显然也是牙翼已久 吃足了劲的扔板子 罗燕 罗燕 你招了吗 我招 我招 你招了吗 我招 我招 重刑之下 欺软怕硬的罗承仁 很快就千字画牙全招了 这个东西 谁再来说都没用 明日把这几个地痞流氓 全都拿枷锁给锁了 拴在街市上 通旗示众 以正视听 把人称之是爽呢 可消息很快就传到了 朱亮祖这边 罗妹哭的梨花待遇 非要夫君给他哥哥做主 朱亮祖一听气坏了 打口还得看主人 抓他的大舅哥 跟甩他一嘴巴子 有何区别 他当即就要下令 把人抓起来 但还是下属比较冷静 他劝说朱亮祖莫冲动 手下给他出了个主意 那便是将道同的上司徐本找来 让徐本出面搞定道同 朱亮祖原本还嫌麻烦 小小欺品之嫌他还不放在眼里 但听说朱元璋要来广东视察 为了防止道同狗急跳墙 便打算再会会这道同 老子倒要看看他长着几颗脑袋 于是他设宴邀请了到同和徐本 可道同到了兵马司后 还是一如既往的不给面子 罗承仁所犯的罪行 那真是庆祝难输 而且民愤极大 铁证如善 卑职要是放过了他 那让卑职今后 如何还能够在这攀于立足呢 徐本悄悄地看了一眼朱将军 发现脸色有些铁青 赶忙出来获悉尼 他告诫到同要以大局为重 谁人不知罗承仁与朱将军的关系 而朱将军肩负着整个广东省的安全 你怎么能为了你区区一线 而忽略了我们全省呢 你这样做是不道德的 潘于县要有大县风范 道同也很机智 只要我比你道德 道德就无法约束我 他缓缓起身 告诉朱将军 他抓罗承仁完全是为了你好 这罗承仁到处做监犯课 都是以你的旗号 您朱将军是谁 您是侯爷之尊 国家的封将大力 您应当为地方除报安良 以解皇上难过之忧 可罗承仁的所作所为 都是在玷污你的威望 若是这个罗承仁 能够得到秉公的惩处 更能使民众深信朱将军 您的铁面无私 那些对朱将军不利的谣言 也就不攻自破 卑职这么做 不得不说是 为了朱将军您的轻易着想 此话一出 气得朱亮祖摔杯走人 既然敬酒不吃吃罚酒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朱亮祖当即带人去监狱 把罗承仁直接给强行带出牢狱 其实朱将军对于这样的行为 也是感到非常丢人的 他一个开国元须 为了一个流氓地痞 接话发权用上了 我这个侯爵之尊 光天化日之下去泄牙抢人 抢回来的都是一群流氓 你这个混蛋 陷我于不仁不义 让天下人笑话 今日之事 我已经吃了大亏 表面上 我是抖着威风 胜利回朝 实际上 我是做了你们一伙流氓的班头 成了下三烂 成了下九流 滚 给我滚 喜欢的朋友拜托帮忙关注转发 我在这先行拜谢了